第六九三节,巧合搬家及可能的实相,一个可能的房地产事件的故事。 今天这一章很直白,没什么好批注的,但其间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 定数、结数、命数、运数。 这一章中,房子成为了焦点,而房子的归属权在两种可能性中坍缩,却变通触及到了四种平行世界里的可能性质十项演变。 在平行世界A1里,约瑟的母亲因和马先生的婚姻得到了这个房子,而约瑟的童年就在这房子里展开的,而在父母老年时继承了这个房子。 约瑟对房子很熟悉,也很亲近。 在平行世界A2里,约瑟的母亲因和马先生的婚姻得到了这个房子,但老年以高价出售用来和马先生养老,约瑟没有能得到这个房子。 在平行世界B1里,约瑟的母亲与马先生没有婚姻,但约瑟对房子同样有感情,愿意用高价购得这个房子。 在平行世界B2里,约瑟的母亲与马先生没有婚姻,但约瑟对房子同样有感情,可是不愿意用高价购买这个房子。 在第680节里,约瑟的妈妈还有一个当护士的角色,嫁给医生,只生了约瑟一个孩子,而约瑟没能活过16岁,妈妈也不到60就死了。 那是她妈妈经历的C1平行世界。 我要讨论的焦点不在于真的丈夫罗伯特的妈妈有过多少次同时代不同的人生经历,而是另一个被隐藏起来的问题。 那就是,正在演绎着罗伯特这个角色的那个名为约瑟的灵魂。 她的妈妈不管跟哪个男人形成子嗣,出生的孩子都必然是男孩,而这个孩子不管叫什么名字,不管用什么皮囊,她的灵魂都是约瑟。 男人们提供了精子与生活物资,但是孩子是谁,与谁是父亲压根没有丝毫关系,该出生的就会出生,按照他决定好的性别,经历他渴望的人生。 父母觉得那是我的孩子,压根就不是,那个灵魂或许比你还老几千年,你觉得自己应该教导孩子这个那个,其实你连给这小屁孩当学徒都不配。 定数,结数,命数,运数。 中国有句老话,是儿不死,是期不散。 早年间,我的高我意识经常重复告诫我,当成就时必成就,不早不晚刚刚好,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争也争不来,给你的是你所需的,多的你求来了也不是福是祸,销售不起,反而会添乱,平白添加许多人生课业。 其实都来绕去的,始终都在讨论宿命与自由意识的平衡性。 定数,结数,命数,运数,你会发现里面都有数,是的,他们心里有数,我们没有,他们高瞻远瞩,我们最多只能起摇问挂。 亦是64种大频率,每个频率中又有六个过程,每个过程都有成为变数的可能,这些都是数的演变,其实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与变化的可能性之规律。 这些都是数数的范畴,那这个范畴里还包含着纳因之法,什么是纳因呢?因是频率,纳因是频率的场域。 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出生,就带着什么八字?八字就是这个灵魂当下剧本的二维码,里边有一个人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爱人孩子,兄弟姐妹,朋友贵人,冤家宿敌等全部演制人员表。 谁来演这个角色他不管,可以是张三李四王麻子,但是一众人要怎么对待这个生命,却是定下来的。 是帮,是害,是视若无物,是至死不渝,没有你想不想的,剧本就是这个。你不演可以换演员,您跳线去别的剧组吧。 剧本对于个人来说是定数,出生前安排好的各种人生功课是结束。 一生中必须达成的课时与必须毕业的科目是命数,多贵人扶植还是多小人祸害是运数。 这运数是自己评宿里在这个版本或其他版本里欠下的。 本着能量守恒的原则,任何事情一旦发生,你必须要经历与感受双方的感触,才能达成平衡。 什么意思呢?你给了要饭的一块面包,你就要感受被给一块面包的感觉。 你坑了一个朋友的买卖,你就要被骗一次来感受被坑的感受。 你伤害了或救助了谁,你就被伤害与被救助。 你有多用力地打出去,就要做好准备,被这个力量反击回来。 这不是报应,这是平衡法则,是双向的体验历练。 你做的任何事都成为你后面的运,运就是课程表,排着队的来教你做人。 你占了便宜,就有人在吃亏,你发了横财,就有人破产。 直到有一天,你的智慧足以支撑自己开悟了,明白了,原来游戏是这样玩的。 哈哈,那好吧,我不失,我给予,我帮助,然后让福报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没多久,你发现尼米刚见底了,福报没来,还贫困潦倒,然后又开始骂天地无情。 其实不是没有福报,而是你起心动念间,是想做买卖,用不失换功德,用功德换福报。 用心不纯,一切白大,又是一场功课。 智慧的做法是共赢,在任何事情上都设法找到共赢的方法来。 或许你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那里压根儿没有共赢的可能性。 比如列车,亚人死一个还是五个,怎么共赢啊? 自然而然就是方法,无为中,你的心不被折磨,你就是赢了。 那人死了,立马又去投胎了,因为他的死,另一组人没死,没死的也赢了。 死去的人用自我牺牲拯救了他人的性命,被报以大福德,投胎也是赢家,三赢的局面啊。 其实,各种人生的课题出来,很多不是在考你怎么做,而是在考你怎么想。 上面例子里,车能坐的无非是左到右到家停车嘛,但能激发的想法就不止这三种了。 人生是一堆随机变量的随意组合,还是被精巧设置好的混沌公式。 命数是可被观测,可以运算,有相关逻辑规则的,一个体系化,城市化的可能性之宏观函数变量集合。 开悟的人都说,人生中没有什么所谓的巧合,反观人生中的众多可能性时,我想请你首先记住一个灵界做事的大原则。 所有的可能性都将被彻底地探索,这就是终极的钥匙与秘密。 细到每个个体的所有生命分支中的可能,大到整个宇宙的所有演变之概率。 一切都被反复无脑地穷举计算着尝试着,在这计算的过程中,预设参数越少,干预越小,结果越精准。 直到某一必然的最优解被对比出来,一个无漏智慧的丸形就诞生了,它可以有资格去参与更大面向的云计算。 生命演绎着万千种可能性分支里的一条,而每个分支都在被同时演绎着,发展着,尝试着。 如果一生是一百年,三万六千五百天,你能遭遇的故事节点及结束能有多少个呢? 依据你的意识频率、智慧水平,能被想到的选项其实真的不多。 再说一次,没有巧合,在不受单向匀速时间流束缚的灵界,发生巧合的可能性小于等于零,但是确实各种可能又在发生着,这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请看这个无脑真君怎么走迷宫的,仔细观察下,其实自然界解决复杂问题的方式就一个,穷举算法。 真君把所有可能性的路都用分支彻底探索一遍,找到出口的那个被后续强化,而进入死胡同的逐渐萎缩。 其实,灵界使用的就是这个套路,任何人生课题有多少分支就衍生出多少的分身来,有多少个选项就搞出多少个平行世界来,最后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能顺利地达成,然后后续的大部队陆续跟上就好,最小的代价,最大的成就。 小我就是被分配出去探路的君思,失败也是一种胜利,胜利地排除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失败的生命体验也被认可和尊重。 对于高一个维度的我们,可以准确地看到一切的发生,他爬过确实需要时间,但那个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只要关键的那几个路口走对了,再远的路程也注定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其实高我一直在照着我们,他能看见你哪个路口该怎么走,而且他也真的很费心地各种设法告诉你,怕你听不懂,还让各种人带话给你,在路边立牌子,在书上画重点,在电视广播里插播要点提醒。 可是多数人只相信自我逻辑和科学的理性分析,对直觉,对恍惚间的错觉,对无意间的幻觉都一笑而过,然后自己就毫无悬念地成为了那个分母里的一员,享受着烈士的光荣,不过请你相信有一个你会达成奇迹的。 我问意识,你们到底在玩什么?有意思吗?这实验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答案是,意识失联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达成意识的再链接?这恢复最短需要多久?可能性概率是多少?哪个亚种的混合体能更好地达成意识连接?又需要怎样的触发前提? 人类也不止一次地尝试用意识去控制动物或植物,看哪个反应大反应快,你们修改动物的基因来完善实验对象的能力,我们为自己的意识选择与建造更好的载具来体验现象界,但是断线后,载具就会启动自我意识而拒绝重新连接母体意识,这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意图。 是想你打游戏控制一个角色,结果没多久,角色自己抱走了,玩家只能看着,你作为玩家怎么办呢?在各种实验中,一定会出现稳定性极好的一种偶然,然后它将成为后续一切的模板。